大家好,我是陈波 在前面两节课程里面 我们学习了高级着色器语言的基本语法 从这节课程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实战部分 这节课程我们就以OpenGL的Shader为例 结合Unity3D 来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Unity3D中的Shader的构成 那么这里我就不再编写新的OpenGL的Shader 在这里我使用我们上一套课程 也就是3D混合深度测试课程里面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上节课程里面 我们是使用的OpenGL来实现的 一个播放爆炸的一个动画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的这一段代码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上一阶课程使用的代码 我们知道着色器简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点点着色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片段着色阶段 至于点点着色阶段和片段着色阶段的关系 我在3D基础渐行转管线里面就已经讲到 那么这里我就不再进行细说 大家可以在3D渲染管线里面看到这部分内容 在这里有一个点点着色 有一个像素着色 那么这部分内容我就不再进行讲解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OpenGEO中的shader的代码 那么第一个就是点点组合器的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它指定的是版本号 在OpenGEO中shader有很多个版本 比如有shader2.0,shader3.0,4.0等等 那么version120就指定了shader为2.0的版本 然后我们再来看前面的这三行代码 我们看到有一个attributor的关键字 如果用attributor关键字来修饰 那么就说明它是零点属性 大家要注意我们常说的零点 并不是指的模型的空间位置数据 而是指的一些数据集合 那么我们所指的零点 它就可以包含法线、UV、原色等等 然后这里的V1C3就是Vector3D 它指的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那么第一行我们就定义了输入模型空间的位置坐标 第二行就定义了UV的坐标 第三行则定义了法线的数据 那么这三个就是我们的输入数据 也就是我们的零点数据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三个输入的数据并不是一个数据 而是一个 也就是我们当前运行的这一个零点程序 它的输入的这三个数据 只有一个空间位置坐标 一个UV坐标 一个保线数据 那么既然只能获取到一个 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在零点着特器里面 做一些非常复杂的逻辑 比如计算当前的空间位置坐标 与其他坐标之间的距离 那么为什么传入的是一个数据 而不是一组数据呢 那么这一个其实就是因为GPU 它在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 它是并行在处理的 因为GPU的处理器非常非常多 那么它就是在并行处理这些零点数据 我们假设以这一个方块为例 这个方块我们可以看到 有1234有8个零点 然后现在我们假设 我们的GPU有800个处理器 那么一个处理器处理一个零点 那么就用掉了8个处理器 但是它还能闲置792个 如果我们处理的是一组数据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变成了 一个处理器在处理 闲置了799个 那么这种情况 对于处理器来说 它其实闲置了很多 并没有全部用上 而且又由于我们的模型 并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块 而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模型 那么它可能 那么可能它的零点数据就有上万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部使用到GPU的所有的处理器 然后进行并行的计算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零点的shader 那么这一个被uniform修饰的就表示常量 那么MAT4就是metrics四神四 就是四神四的矩阵 MVP其实就是 Model Vue Projection 那么这三个我们之前也是讲到过的 Model就是模型的空间 Vue就是我们的相机空间 Projection 这是我们的投影空间 因为我们会对模型进行平移 缩放旋转 对模型进行平移 缩放旋转 它的本质就是对模型的 每一个点点数据 信心平移 缩放旋转 这个阶段 我们既可以在CPU里面完成 也可以在CPU里面完成 但是如果我们在CPU里面完成 那么CPU就会处理庞大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在CPU的处理上面 我们不仅会对模型进行平移 缩放和旋转 我们有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相机 进行平移 缩放和旋转 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个相机的空间 当一个模型经过了旋转 缩放平移之后 然后转换到相机的空间里面去 转换了之后 我们需要将这个模型 从3D维度上面投影到我们的二例屏幕上面 那么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Projection的取证 那么同理 下面这三个也是长量 这三个分别是我们上一套课程里面 所使用到的函数 列数 图片的位置索引 最后这两个则是变量 我们的组合器有两个 一个是点点组合器 一个是片段组合器 我们肯定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在点点组合器里面 处理完数据之后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处理结果 传递给片段组合器 进行再次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也只有一个功能 这种类型的变量 在点组合器里面是只能写入 在片段组合器里面 只能读取 也就是在点点组合器里面 只写在片段组合器里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主函数 它的主函数没有返回值 在主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 在主函数里面 我们也可以定义各种临时变量 那么这个临时变量 只能在这一个主函数的 作用域里面有效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GL presentation的变量 因为这是我们的主函数 并且它没有返回值 那么我们在这里 做了一系列的计算之后 那么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计算结果 告诉给GPU呢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通过 这一个电量来告诉GPU 因为它是点点组合器 那么它的输出结果 其实就只有点点数据的输出结果 因此我们就是将我们传入的空间位置 坐标数据 经过我们的MVP进行投影 进行投影之后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点点数据 然后将它传递给GL presentation 那么这一个数据就是我们最终的模型的点点数据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片段组合器 同样第一行使用到它的版本号 中间这两行则对应了我们的点点组合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点点组合器里面定义了这两个变量 那么在片段组合器里面 我们就使用了这两个变量 那么这两个变量 在片段组合器里面 它是属于止毒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2D的纹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数 同样是没有任何绑物质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GL RigColor的变量 这一个变量则是我们片段组合器的最终输出颜色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贴图进行采样 那么对我们的贴图进行采样 我们就需要一个UV坐标的数据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传入的UV坐标数据 采样出来的最终结果就当成了最终的颜色传递给GPU 当我们编写完这两个之后 我们需要分别编译这两个逐温器 让它们变成对应的汇编指令 在第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说到GPU提供给我们的 其实是一套汇编指令 我们这里虽然编写的是高级的逐温器语言 那么它最终其实会被编译成对应的汇编指令 那么因此我们写完这两个代码之后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这两个逐温器代码进行编译 让它变成对应的汇编指令 然后再将这两个合编到一起 变成一个逐温器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编译的过程 在这里有一个叫load shaders的方法 我们可以跟进去看一下 比如这里我们就是在创建顶点组合器的shader 这里是在创建片段组合器的shader 然后我们传入的是文章的路径 然后我们读取我们文章的路径 然后将它里面的内容全都读取出来 读取出来之后 我们就在这里进行编译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传入的是我们的shader的文本的内容 然后我们调用编译的方法 然后进行编译 然后检查错误 同样在这里我们编译了我们的片段逐温器 检查了它的错误 最后我们将这两个逐温器合并变成一个逐温器 然后我们最后会使用的就是这一个逐温器 当我们编译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逐温器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使用的 在这里我们就会调用use program的方法来使用我们的逐温器 那么这里其实就是在传入逐温器的指引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有四个常量 这四个常量是在逐温器里面作为常量 对于我们程序来说 我们可以修改它的值 那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在传入我们的支撑式矩阵的MVP常量的值 后面三个就是在分别设置我们的行列以及所以 那么这一个就是如何设置我们逐温器里面的常量值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零点数据是如何被设置进来的 那么我们的零点数据首先就需要上传 比如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空间位置坐标信息 那么我们就会首先创建一个零点缓冲区 在这里我也讲到了零点缓冲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节的内容 那么创建完零点缓冲区之后 我们就会给它传入我们GPU阶段里面的零点数据 然后同理我们传入我们的UV数据 打线数据 传入完成之后 我们就需要在绘制的时候指定 我们的零点属性 比如我们的CPU阶段传入的数据 那么这一个就表示在使用我们的零点缓冲区 然后设置我们零点缓冲区的偏移量 它的长度 那么这里就是在设置我们的UV缓冲区 这里就是在设置我们的滑线缓冲区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ID 这个ID其实是对应着我们的着色器里面的变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有一个get attribute location 那么就是通过program id 在这里我们就传入我们的定义的变量 然后就可以获取到它的ID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ID来设置它对应的缓冲区 那么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的零点片段 那么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的零点程序 它的传入的零点数据就和我们的这里的零点数据就绑定起来 当这些工作都准备完成之后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了GPU 让它去绘制我们的三角形 那么现在我们就了解了底层的基本的实现步骤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UVT3D里面的shader UVT3D的shader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 因为有两个步骤 UVT3D已经帮我们完成了 第一个步骤就是数据的绑定 也就是这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将我们定义的变量 与我们这里的数据进行绑定 第二步就是帮我们完成了编译的过程 也就是这一步 我们不需要再进行编译我们的shader 那么这个就用UVT3D它自动来帮我们完成 因此相对来说UVT3D的shader要简单的多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UVT3D的shader 我们现在随便新建一个shader 我们双击打开 然后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发现它的代码跟我们编写的GLSL的代码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UVT3D考虑到跨平台的需求 它因此将shader又重新封转了一遍 那么我们编写的UVT3D的shader的代码 就会被UVT3D重新解析一遍 然后转换为对应平台的着色器代码 比如我们使用OpenGL的平台 那么它就会转化为GLSL的代码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DX的平台 那么我们就会转化为对应的HLSL的代码 然后我们切换回来 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compile and show code的选项 我们点一下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它所这一个编译之后的代码 包含了OpenGL平台的代码 那么这一段代码 其实就是我们的GLSL的代码 我们和我们刚才的GL SL的代码对比一下 我们发现 它们的语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么大家现在就应该明白 UVT3D的折扣器的运行的一个大概机制 其实就是我们编写UVT3D的shader UVT3D将它的shader 然后再进行编译 获得对应平台的shader的代码 然后再对获得的平台的shader的代码 进行再次编译 然后得到正确的一个准备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比如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根据它的名称 我们可以猜测到 它这一个是MainTextury的UV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换下名称 那么这里我们也需要换下名称 然后我们给它贴一张图 给它创建一个材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给它贴上材质之后 它的显示并不是正确的 因为它没有正确的UV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将它的名称 进行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改 那么我们现在再将这个名称换回来 大家就会发现 现在我们能够正确的显示出 我们的材质 那么从这里 大家其实就可以发现 在UT3D里面 它的shader有一定的限制 并不是我们想怎样写 就可以怎样写的 那么这些限制 其实就是因为UT3D 为了能够将数据 与shader正确的把定起来 它给它自己 理乎了一套变量文 那么这套变量文 就是给它自己使用的 那么这套变量名 大家可以从哪里找到呢 大家其实可以从它的安装包里面 也就是我们上一节课程里面 看到的CGIncludes里面的 这些文件里面找到 那么这一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是它的根文件 在这里大家可以找到它许多的 一些定义 然后在这里 这一个 UnityCG 这一个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的定义 比如这里有一个 Getabase Getatime Getaflow 等等一些 等等一些 函数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今天的这节课程 主要是为了说明 Shader了底层的一些工作的机制 以及Unity3D Shader了一个大致的简单的工作方式 那么下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使用Unity3D 来实现一个准解的特效 我们下节课程中的工作方式